玩著老公的時候 走進攝影棚 國民黨臺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的太太 石仿軒挺著五個多月的身孕 跟老公一起接受TVBS專訪 還用默契穿上情侶裝 兩人大談相識這段過去 我在高中的時候念了那個 剛好是爸爸的就是我的這個 原本書 對 書叫力爭上游 這也算是先認識爸爸 才認識兒子的姻緣 不過石仿軒的來頭也不小 除了娘家在羅東擁有不少土地外 她正大畢業 在紐約讀完NBA 走入金融業 曾是一輩 科技營運部財務經理 現在是網路科技創業家 推廣科技女力 原本兩人在美國都有不錯的發展 但在蔣萬安決定回臺從政後 選立委才是挑戰的開始 選舉的障礙教育還不只這樣 尤其要往更高處爬 遭受到的攻擊就更多 還吵蔣萬安的飛聞 而這一次更變本加厲 府院黨網媒 透過網軍 透過媒體他們掌控的 然後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暗黑一條龍式的 進行人格毀滅戰 其實我們家人的感情非常的緊密 所以不太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老婆始終選擇相信 跟蔣萬安站在一起 也宣告接下來會帶著三寶 加入蔣萬安的扶選團隊 但才說要開始起跑 上街目前就先碰到對手陣營 這是在挖腳對手大將嗎 儘管蔣萬安搬出夫人牌 但對手陳時中可沒打算 讓老婆大人加入選戰這一局 只有在禁總成立的時候 神秘道場支持 而黃先生則是單打獨鬥 看來臺北市長這一戰 可不是每個人都打家庭牌 TVB新聞的律師 韋佳琦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